国小就近视的学童是越来越多了 像是台北市平均一天就多出四名近视的学童 不过高雄医学大学现在研发出了一种防近视加深的眼药水 未来如果可以顺利制成药品的话 将会是全球首创 说明平板电脑智慧手机的普及化 加上经常看电视 让国小学童的近视人数越来越多 以台北市为例 半年来有近视的学生新增了865名 平均每一天就会多四个人 而全台的小六升近视眼的比例竟然高达六成以上 那在我们的试验里面发现 这个维他命A会促进微小RNA328的产生 那我刚刚讲过微小RNA328太多的时候 它是会促进近视的 高雄医学大学最近研究发现 因为人体内有一种称为RNA328的分子 如果过度活化就会造成眼轴拉长近视加深 因此就特别研发出一种眼药水 可以抑制该分子的活化 让孩童远离近视眼 强度太强的时候 会让整个发育 拱膜的发育 还有拱膜的形成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就让它这个328 它的浓度维持在适当的范围 这种眼药水预计三年内开始进行人体试验 未来如果研发成功 将会是全球首例 不过其实只要减少使用3C产品 拖到户外走走 一样可以达到预防近视的功用 记者高研泰李思贤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